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为因应中国新冠疫情爆发 CDC今天下午宣布自美东时间1月5日凌晨 临时已分歧 所有来自中国香港或澳门的两岁以上旅客 皆需出示搭机前两天内的阴性筛检证明 CDC指出筛检规定不分国籍或新冠疫苗接种情况 采纳筛检方式包括PCR或远端医疗服务下进行的家用抗原快筛 除了直飞搬机 透过第三国中转于过境美国的旅客同样需遵守筛检新规 另外过去10天内曾到过中国并于仁川国际机场 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或温哥华国际机场转机的旅客 也需在搭机前两日内筛检 针对过去10天以上曾筛检阳性的旅客 CDC说这些旅客可改出是康复证明 CDC指出之所以针对来自中港澳旅客实施搭机前筛检规定 是为了在中国疫情高峰期间减缓美国疫情传播 加上中国欠缺足够且透明的流行病学与病毒基因定序数据 这些数据在有效监控病例数激增与降低新变种入侵几率上 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国将于1月8日起取消严格边境限制 此举在世界各地引发不安 意大利已经成为欧洲联盟里第一个强制筛检中国旅客的国家 在中国新冠病例激增后 比利时旅游圣地布鲁日市长戴佛 今天呼吁中国游客接受染疫筛检或强制接种疫苗 在疫情爆发前每年有多达15万中国旅客造访布鲁日 除此之外 大夫也提及中国感染率依然很高 我认为必须透过疫苗接种证明或是筛检来防范 中国民航局印发的关于恢复国际客运航班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 稳妥推进国际客运航班恢复运营通知要求 自明年1月8日起不再定义入境高风险航班 取消入境航班75%客座率的限制 逐步恢复受理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包机申请 明年夏秋航季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流程及要求 通知强调优化各口岸机场入境航班保障流程 提高运行效率 取消入境航班设计机场相关入境保障人员 国内和国际机组闭环管理 入境核酸检测和入境隔离等措施 加强宣传营道监督旅客佩戴口罩 通知还提到加强国际航空运输价格管理 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国家气象局表示 由于受到大气和笼罩 又有多个暴风系统紧跟在后 弯曲可能迎来17年最潮湿的岁末和新年 根据未来5天和7天的天气预报 气象局预测 这段时间的降雨量将超出过去30年的正常值 这场大气和风暴来自关岛 符合其俗称凤梨特快车的特征 风雨让湾区免于结冰 气温维持在华氏40到50度之间 由于湾区27日的降雨量高达4寸 风速高达每小时40里 气象局对湾区居民同时发出了洪水与强风警报 气象局家帕莫表示 由于这场风暴移动的速度比预期要快 因此在下一个风暴于28日傍晚来到之前 湾区会有短暂的喘息时间 接着周末会再出现另一场风雨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华语电视晚线新闻